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 他当时作为苏联的总统 发表了演说 宣告了苏联的解体 12月26号 苏联不复存在 在那一刻 我们经常描述这样一个场景 苏联的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 冉冉的降下 然后升起了沙皇俄国时代的三色旗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从1648年以来 在国际体系演进历史上 第一次出现了所谓和平的国际体系秩序的终结 两强格局 超级大国 两强对峙 美苏对峙的格局 以苏联一方的解体而告终 当然了 后来美国开始宣布自己赢得了冷战 我们今天 30年河东嘛 我们看看这30年 回顾30年前 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也谈得很透了 我们还是有必要去看中一些 有趣的一些关键的细节 第一 所谓的苏联解体 我们当然高度重视那个象征性的时刻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说 苏联不复存在 但苏联真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做出这个宣誓 而宣告不复存在的吗 不是的 在那之前 12月初 比罗伟日协定协议签署的时候 当乌克兰 白俄罗斯 俄罗斯 这苏联当时15个加盟共和国当中 最主要的三个援引苏联的盟约 并且达成秘密协定 宣布说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 来取代苏联的时候 苏联事实上就已经走向终结了 后面只是一个时间程序和仪式的问题 所谓的时间和程序 指的是需要更多的加盟共和国 愿意接受这个独立国家联合体的这样一种协定 去认可比罗伟日协议当中 有苏联解体的一些安排 最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阿拉木图宣言 而所谓的仪式就是 当阿拉木图宣言最终落实之后 最终落到实处 那这些加盟共和国决定苏联解体 不复存在之后 他们是以通知的形式 通知了当时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 他们通知他的内容不是告诉他苏联解体 而是告诉他 我们这边已经决定 苏联被独立国家联合体所取代 从即日起就取消 同时取消苏联总统这个职务 在某种意义上说 戈尔巴乔夫被他们说了一句特朗普的口头禅 You are fired 你被解雇了 这本身就同样是当时整个观察苏联解体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这个点在于哪里 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天真 不是他的新思维 而是作为走上苏联最高领导人岗位的这样一个个体 他何以是如此的无能 他何以是如此的失去了对整部局势的控制 进而我们还可以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是 很清楚也很明显 任何一个像苏联这样体谅的大规模的国家 他不是靠单个个体的威武神猛去管控的 尽管也许像在赞捶40K的游戏当中 帝皇一家可以重振整个泰伦星球 但事实上当时苏联的解体是一种结构性的解体 我们把眼光继续把时间继续向前追溯 我们知道在201991年的8月份出现了著名的819事件 这次未遂的军事政变被看作是苏联内部的这个强硬派 挽救苏联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最后的一个努力和尝试 而819事件结束之后 在8月24号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的总书记 已经下达了让苏共中央苏共整体自行解散的这类的指令 也就是说最终戈尔巴乔夫成为了某种仪式化的存在 是作为他作为的党的总书记 首先让苏联共产党这个最大的执政党从组织去瓦解 而这个时候又引申出了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 作为一个组织这样一个成见制的庞大的政党 拥有如此数量众多的党员 为何尽一起束手就擒 没有一人是男儿 苏联的解体是一种结构性的溃败 这个结构性的溃败 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内部结构性的溃败 是执政能力的系统性的丧失 所以 而这种系统性的丧失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一天的功夫 是梯次累积 并且在一系列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在风险因素偶合的情况下 在三十年前实现了集中的爆发 这个爆发就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此成为了历史的一个部分 它的名字变成了诸多承载着浪漫主义 或者沉重或者欢快 回忆的历史材料当中尘封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悲剧 而你看从苏联解体之后 整个历史的进程来看 你会发现非常有趣 西方对于苏联解体事件的认识 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冷战结束以后 三十年世界历史走向 这成为了另一股力量 西方对苏联解体的认识 大致上在最初的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是极其压倒性的乐观 这种情绪所支配的 众所周知 有志于复刻 乔治凯南凭借一纸长电报 一举逾越龙门这个奇迹的福山 当时在美国国务院里面 作为政策研究师的分析 这个研究人员写了所谓历史的终结 将苏联的解体看成是美国模式 看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长期斗争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他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 这个历史终结论也就是指出 苏联的解体自然说明了美国的胜利 这个美国的胜利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胜利 是美国所执行的路线道路方针政策制度的胜利 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 人类社会找到了自己的终极形态 经济的自由市场化 政治的民主化 社会的多元化 美国成了具象化的灯塔之城 剩下的其他国家 包括当时仍然不在美国眼中的中国在内 你只需要持续不断的让自己努力 变成一个新的美国就可以了 而且人类将看到未来 并且富山我相信他当时已经坚定的看到了未来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他行得通 当然30年以后 我们看到了未来 资本主义他行不通 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 不仅在世界上行不通 而且在国内他行不通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选出的这个Trump 其实是从1991年开始 美国国内因为冷战的结束被红利冲昏头脑 所导致以及在新自由主义弥散的情况下 所积聚和形成的一系列深层问题总爆发的结果 这个总爆发的状态也许没有像苏联那么激进 但是它的基础动力和当时的苏联有非常高的相似之处 有三个部分 第一 经济发展模式没有让多数民众受益 美国现在整个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利益分配 在全球范围收割来的霸权红利 有0.1%的群体所获得 这种贫富差距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像福山教授 以至于像修科疗法的发明人萨莫斯教授 他们都坚定地认为 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这种极端不平等的收入差距问题 民众没有希望他们就会进行非常明确的这种强力的反抗 谁能够引领这种反抗 将这种反抗的蕴含的不满的那种激进的情绪 转化成为他的政治筹码呢 那就是以董王为代表的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这样一种领导人 这类领导人当时在苏联末期 以所谓的叶利钦索布恰克和萨哈罗夫 萨哈罗夫这样一些在党内反党的这样一些组合 作为鲜明的这样一种映衬生活水平的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呢 改革遭遇制度的约束和边界的困扰 就是在不触及现有制度核心内部要件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推动有效的改革 三十年前的苏联和现在的美国都非常清晰 尤其是从董王时期开始 美国民众用非常质朴的语言提出了一项要求 美国必须进行有效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曾在1985年接任苏联最高领导岗位 事实上在他之前 安德罗伯夫包括齐尔联克甚至是伯雷人耶夫晚期 有限度的苏联内部的改革也已经在进行 正在进行和实施的过程当中 但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第三点因素 第一点是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 这个经济发展的法理 没有办法确保模式让民众去获益 第二和第三个因素 第二因素讲的是制度的内生性的缺陷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极其具有个性的 相当无能的领导人 缺乏有效治理能力的这样一种领导人 占据了核心的岗位 这是苏联晚期的情况 跟今天美国的情况颇具审视之处 美国今天的是以华尔街金融资本过度为膨胀 为核心表现机制的这样一种 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性的制度安排 和一些极其擅长于选举 极其擅长于对个体利益进行精算 也极其贪婪于直接为个体谋求 短期收益的这些精英级的政客 系统性的占据了领导岗位 他们不愿意用那种有为所谓 帕雷托最优的方式 进行最迫切最需要的利益的分配 他们希望的是能够最大限度的 去实现自身利益的这样一种合理 在合理合法基础上的最大化 这个合理合合法是提供一种形式上的保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去回顾当时对于苏联解体的一种说法 苏联之所以最终会走向解体 原因是对于那些在苏联内部 系统性的攫取了不正当利益的 这些共产党人和政府官员来说 如果苏联继续存在 他们所获得的这些资产性的收入 就不会具有任何合法性的可能 他的原罪就无法被消除 为了消除自己的原罪 为了让自己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在苏联解体之前 他们其实是投过一次公投的 这次全民公投的结果 超过70%的民众 坚持要求保留苏联的存在 但是你会发现 操弄苏联解体进程的 主要是一小撮的建议 分散在各个加盟共和国 包括苏联中央政府 各职能内部的这样一批精英 对于这些精英来说 有一些观察者在20世纪 90年代苏联解体这局势 已经成定局 并且提次稳定之后 曾经写过类似的书的名字 比如说来自高层的背叛 他把这种集体的集团性的 这样一种判卖 这样一种出卖 看作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不是民众 不是真正意义上民众的革命 民众有一些不满的表达 而这些表达在 颜色革命的这样一种 话语体系当中 被说成是 被用于帮助外界 去对苏联内部的 这样一种变动 去形成这种合理性 和合法性的解释和接受 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是来自于高层的背叛 这点上 今天的美国占据优势 就迄今为止 今天美国的政治人物 还不需要像前苏联那样 走到就是说 他的政治精英所攫取的资源 和这个政治体制 和这个政治制度 乃至于这个国家的有效程序 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必须得到有效的校正 同样的 我们去看苏联的 这个经验和教学 我们会看到下一步 在美国会出现什么 就像我们最近 听到的一些消息 从这个制度的角度上来说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核心的机制 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本能的选择是强化军队的作用 用军队去保护自己核心的 保护自己核心的关键的政治制度 这一幕在当时苏联 表现为819紧急状态委员会的 这样一种反扑 但是从能力上来说 从最至关重要的第三点 政治人物的能力上来说 无论是戈尔巴强夫也好 在苏联当时的情况 大体上分为三类政治人物 第一类是像戈尔巴强夫这样 准备在所谓苏联内部的 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 齐强的温和的中间的渐进的 这些行为体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保守派的力量 保守派的力量以优先保障 苏联的存续为核心的目标 在关键的时刻 他们不惜摆出使用军事力量 去解决问题的态势 但是等到世道临头 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 然后第三股力量就是 以叶利钦这些人为代表的 对苏联共产党的政权 有非常明确的反对意见 和反对看法的这样一个行为体 当这三方的行为体 聚拢到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极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方的行为体 对苏联体制不满 认为这个体制的存续 导致他面临各种各样风险的 这一批行为体 他的能力是最强的 这个能力包括在政治上 做一些精细动作和精准操作的 这样一种能力 相反是深受西方喜爱的 整天倾向于将民主自由 人权这些普世性的概念 以非常华丽的刺造 挂在嘴边的戈尔巴乔夫 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他不具备任何的这种行动能力 他不具备这种真正意义上的 有效的政治家所需要的 不仅是运筹帷幄 不仅是决策 而且去务实推进决策的 这样一种审视夺势 和谨慎推进的这样一种能力 当然我们说历史是公平的 30年前 苏联因为经济发展的乏力 因为制度涉及的内身缺陷 以及领导人的无能 特定类型领导人的无能 而最终趋向于和平解体的时候 30年后我们说美国跟苏联不太一样 要走向苏联的这个 不是列成两个列成 回到50个加盟共和国的状态 就是50个州的状态 或者说回到邦联的状态 重新从联邦回到邦联 这个在美国可能还有比较大的时间 比较大的难度 比较小的概率 不值得成为一个 各方高度关切的这样一个目标 但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和当时晚年 苏联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领导阶层 精英领导层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体制内的精英领导层 他们无法去面对民众 带来的愤怒的提问 他们无法去回应 民众提出的朴素的诉求 这个朴素的诉求就是 要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他们同样没有办法 实质性地去解决国内经济结构 以金融资本过度膨胀 带来的这种标志性的负面影响 他能够做的 就是要持续地去推动 对于美国自身问题的 另类的反思 这种另类的反思 最终聚焦于一个外部的目标 把美国内部的矛盾 转嫁向外部 然后通过外部宣泄的方式 将它排遣掉 以期避免今天的美国 重蹈30年前苏联解体的负责 当然回顾30年苏联解体的 这样一个历程 我们知道我们不想重复 这样一个历程 我们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超越这样一个历程 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那么你就会发现 你至少需要解决 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找到一条是自身经济 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种道路 发展模式和方法 并且坚定地实践下去 第二 确保 用特定的制度安排 将这种发展过程当中 所带来的各种收益 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 分给社会当中的主要成员 绝大多数人 让绝大多数人 能够有充分的理由 去提升自己的物质水平 并且 以更好更快的方式 去提升自己的 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 就是你不仅要身体上得到饱足 你还在认知上能够得到幸福 这是需要强悍的治理能力的 这种强悍的治理能力 需要建立一套 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而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需要一群 数量极大的 极其有才华和能力的 人类历史上相当 排名牵连 可能就是规模最大的政治家集团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作为执政党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三十年弹指一回间 在人类历史发展前行的过程中 三十年并不是特别长的一段历史 但是这三十年 世界的发展可谓风起云涌 波鬼云觉 今天我们再度来到世界变动的 这个世界面临的大变局 来到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 中国前期用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巨大的机会 实现了巨大的成长 但是后面的道路 后面的竞赛和竞争 会比之前更加的严苛 更加的严酷 更加的坚决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点 我们回往三十年前 看当年苏联如何在不经意间灰飞烟灭 因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因为没有解决民众的基本问题 因为形成了一批糟糕的领导人 就此 说万劫不复利有些夸张 但就此深渊沉沦 在一定程度上 甚至达到了某种土炭级别的 这样一种生灵的苦难 则是毫无疑问的 要避免冲到它的覆辙 要持续以更加稳健和建设性的态势 应对由于世界变局 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和挑战 同时实现自己高速的 可持续的增长 进一步缩小实力差距 真正的实质性的推动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的战略博弈的整体环境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或许是我们这代人 所必须共同承担的使命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回顾三十年前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在吸取了这些有益的经验 和教训凭借我们中国人民 自己的智慧 在中共产党的坚定领导下 围绕我们要从事的伟大的事业 我们一定能交出一份 让历史感到满意的答卷 谢谢大家